周六傍晚穿黑衣灰褲的 十五岁少年独自一人 在台北车站捷运淡水线的 站体内闲晃 警察关心少年才愿意 说出困难 少年乖乖跟着警察叔叔 到捷运警察队的办公室 饱餐一顿 虽然联系上他的家长 但工作走不开 警察干脆好人坐到底 原来少年当天一大早 就自己从基隆 跑来台北晃了一整天 因为悠游卡的余额不足 吃不了饭 连家都差一点回不去 好在遇到热心的警察 买晚餐又买车票 才让他顺利搭车回家 警方表示台北车站三铁交汇 身心障碍的朋友 和年长的银法族 常常会有独自出门 却迷失方向的困扰 为了避免找不到人 照顾者可以向社会局 申请防走失手链 上面会记载个案的编号 可以快速找到回家的路 也不会让陌生人 轻易取得个人资料 华市新闻红佩华 张兆元台北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市 优秀频道